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薄荷有蘑菇 我是薄荷 我们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样去做一个家庭农场 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 不过我们正在做 我会想不过那都是城市人口 我们现在想要去农村做家庭农场 根据家庭农场的精英范围 大概分为三类 一类是综合类 它需要用地是10亩及以上 一类呢是种植类 需要地至少20亩 如果不做涉事农业的话 那需要30亩甚至以上 那如果做养殖的话 需要50亩地及以上 那我们呢比较穷 我们就只能做综合类的家庭农场 我们之前已经跟成都市的农业农村局打过电话 他们给我们的意见 就是让我们直接去区县的农业农村局进行咨询 因为具体的事情是他们在做 那么我就跟大一县农业农村局 和崇州市农业农村局打个电话 他们给我们推荐一些他们底下的乡和镇 让我们去镇和镇上去咨询 我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因为有位朋友在大一县的安人镇做一个民宿 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了大一县进行直接的咨询 大一县的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根据我们的情况 最好的推荐就是安人和新厂 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大一县的两个古镇 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 那未来在这两个地方做这种综合性的农场是比较有优势的 另外呢就是他建议我们先去工商部门进行工商登记 之后把这工商局登记的材料拿到他们那里做一个报备 之后呢相关的一些政策扶持 相关的一些人才培训人才培养一类的这种政策帮扶就会给我们通知 然后让我们去参加于是呢当天下午就赶紧去了工商局去看 我们这种城市人口是不是会在这个登记成为这个家庭农场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说完全不能登记呢 让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城市人口也可以非常顺利的注册成为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所有材料当中却一样地 我们没有地啊 必须得先租到地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安人镇的政府去跟他们咨询啊 我们租哪块地会比较好呢 我们在安人镇政府的门口 他们有乡村振兴办公室 对 我们就大概说了一下我们的项目 首先需要出一个特化案 就是我们想做什么 我们政府就可以协助我们 帮我们选比如说推荐 推荐一些 推荐一些比较好适合我们发展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我们觉得合适了 然后就可以和那个村上去谈怎么样合作 所以现在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做策划案 还有就是找地 好 策划案呢 现在已经开始在积极地做了 找地的这件事情呢 我们目前也没有完全局限在这个大义的安人和新产 我们也想去皮县看一看 因为皮县有一个CSA联盟 这让我非常的感兴趣啊 我很想去了解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也愿意去参加 还有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在邀请我们去农泉医区做这个家庭农场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未来我们也要去考察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张 就是我老婆现在怀孕了 他怀孕之后呢 去医院检查 就发现有一点这个公腔基液 医生的建议呢 就是卧床休息 所以呢 我们就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到处去跑这个关于农场的事情 我呢 目前在一个机构做一个戏剧项目 这个戏剧项目呢 是在一年前就寻落的 所以既然已经有这样的寻落 就应该要去完成 这个戏剧项目的完成时间是在7月中旬 那7月中旬之后呢 小蘑菇也来到了这个孕中期啊 相对来说行动可以更方便一点的时期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进行更多的这个农场的考察和筹备和建设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工作 也会全力以赴的来更新这些相关的视频 这个频道呢现在不是停更了 是有很多事情挡在面前 所以我们在未来会一定会更新相关的内容 也欢迎您的关注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